周四 在最多华人居住的布鲁克林·本森·赫斯特 纽约民选官员和当地亚裔社区代表呼吁 在肺炎疫情期间 民众应该停止歧视 团结一心 这是纽约的重要是我们一起工作 与共同一样 与共同一样 如果我们做这些 我们可以继续避免疫情或危险 或任何问题 他们表示 纽约市现在并无确诊病例 要民众放心正常生活 只要记得勤洗手 保持个人卫生清洁 有症状及时就医就没问题 目前 纽约市共发现无起疑似病例 但并无确诊病例 周三发现的最新两起疑似病例 还在等待检验结果 周三官方也宣布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签署紧急授权 之后病毒的检验套组将被送至全美一百多个实验室 这样各地就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自行进行病毒测试 而无需将样本转到CDC总部进行测试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奥利福 纽约报道 新售人记者王于赫奥利福 约报道